小多肉提起箱子要回姥姥家,多肉最喜欢姥姥家农村生活了,妈妈不带她回去,饭不吃,水也不喝,想起姥姥家的火烤玉米,火烧红薯,伤心地抹着眼泪,把自己的东西已经收拾好了,生气地让爸爸送她回姥姥家。 爸爸说自己的家不好啊,这出趟门还拖家带口的,多肉怎么也忘不了小鸭鸭,准备要开车走了。 爸爸说了一句过两天再回去,多肉气得下了车,嘴里嘟噜着,靠谁不如靠自己,拉着箱子走了,爸爸没办法,只好把她送回姥姥家。 多肉看到太老爷,太开心了,拿着篮子和太老爷到地里挖野菜,哈哈,不错,收获满满呀,干累了就躺地上休息一会儿。 这个舒服比在城里舒心多了,多肉和太老爷在一起是最快乐的时光,老铁们,多肉这样的日子是我们向往的生活嘛,欢迎评论区留言,制作不易,传播正能量。